大家好,今天要直播分享的是CIVIC 8代FB的系列 因为之前开始直播做分享之后 我记得9代安装了应该好几台好几台 但是8代的话好像是没有 所以今天刚好有安装到8代的话 赶快开个直播跟大家分享一下 哈喽叶大侠你好 所以今天在公司的那个粉丝团里面开直播的车撞叠呢 就是CIVIC 8代FD 1.8的 那车主其实原来也有做一些基础的改装了哈喽 安氏你好 8代的前面这里有做SUMMIT的拉杆 SUMMIT的拉杆 然后车底的话其实也有做了一些基础的改装 譬如说铝圈 铝圈是17寸的原厂是2055 16嘛 那车主升级的17寸 PS4的轮胎 原来是改装的 避震器呢是KYB的蓝筒配上 爱把的短胎化 那这个安装也没多久了 车主刚好有要想要卖 如果车友有兴趣的话 CIVIC 8代就要想要做基础改装的话呢 可以留言跟我们车主的联络哈 所以今天升级的部分的话 当当是在这里 在CIVIC 8代的 道路板避震器 那前面的话道路板我们配置的是7公斤的 然后后面的话呢 是配置6公斤 8代的话呢 他的上座 原厂的还蛮容易坏掉的 所以我们这里有做了一个上座 这个强化上座是日本KOYO的轴层 主你的话呢从这里做调整 你要降车啊 小心啊 要降车啊 哦对嘿今天真的还蛮热的 好这个是CIVIC 8代 车主的话是原来有做了一些技术的改装 那他觉得KYB的蓝筒有点偏硬 所以其实这个我不晓得KYB蓝筒保护多久 这个都还是2017年12月 好2月好2月16号 那应该也是装大概一年左右 这主觉得有点偏硬啦 所以他今天中午试程之后呢 就决定考虑换我们KYT的道路板 这是安装的是道路板 那前面的部分大概稍微介绍一下了 这个呢是CIVIC 8代FD系列的油管固定架 都是跟原厂的固定的位置呢 这是ABS感应线嘛 它的扣具位置呢就都跟原厂一样 那车高的部分呢 呃原先装了艾巴的短湯滑 前面大概已经稍微低于两指幅 那等一下的安装之后呢 会大概在两指又一点点 后面的话呢 艾巴的短湯滑 它的车高是两指幅 刚刚拆下来是两指幅 所以等一下设定的高度呢 也会是两指幅左右 那车主也有改了 羊角调整器 这里是HARES的羊角调整器 那就不会吃胎了 这是我们家的道路板的Hilo Key 有点暗今天没有小编可以帮忙曝光 大家多担待一下 这个上面这是原厂的橡皮啊 这是一个很大的Hilo Key 那这个Hilo Key最棒的好处呢 就是它的Hilo Key的大小呢 是跟日本的Tim一样 所以它会要沿用原厂的上橡皮 跟原厂的下橡皮啊 所以它的完整度非常非常高 那下面的彈簧孔径 就是刚好合原厂橡皮 上部的话呢 就跟有一个Logu啊 刚好砍进去原厂橡皮里面 所以我镜头拉圆一点点 这个就是我们家的CIVIC 8代的道路板 设计的还蛮完整 阿伦你好下午安 阿伦也是CIVIC 9代的车友啊 所以这个是后面的羊角调整器 车主的那个基础的改装观念做很好 如果车友18代的话或者是 Focus然后马三系列的话 真的是车子车高呢 有向下来就建议啦 建议要加装这个羊角调整器 尤其是用车频率比较高的车友呢 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延长轮胎的寿命 8代的话呢 它的调整后面调整阻尼呢 刚刚前面有做一个维修孔 8代的话 就从这个内饰板稍微拉开之后 它的阻尼调整位置就大概在这里 阿伦很久不见耶 下午安 所以这个是我们CIVIC 8代 道路板的配置 它桶真的有一个防尘套啊 这个防尘套也还蛮特别的 一般的防尘套呢 会做的比较短 我们家的防尘套 全部的话呢 都把桶心罩住了 这是桶心比较脆弱的地方 有时候怕行进间有飞食啊 会弹到轴心 那轴心的话 一旦有坑洞 它就会慢慢把里面的主女友 把它一点一点一点一滴的把它带出来 那就有可能造成寿命的比较缩短了 所以这样防尘套的设计 第一个 这里呢 它是怎么做洞都挂在上面 它这里不会积水 所以寿命会比较长 第二个呢 它当车高降下来之后 它会对桶身做全面性的保护啊 所以桶心的寿命呢 就会稍微比较长一点点 这是我们特别为了 Civic八代 九代做开发的那个防尘套 这是全造式的防尘套 这个刚刚有介绍过的是 哈瑞斯的阳脚淘套器 那八代的八代跟九代的车友 如果很多的车友后面这个防尘感都会改成加速的 但是如果加了加到了一定程度的出息之后呢 建议要留意一下 这个基座啊 它原厂焊点的强度啊 是不是能够负荷 如果改到16号19以上的车友呢 就要特别小心一下啊 因为那个常常遇到过有撕裂的状况 那这个补墙的零件 我记得也有厂商有开发做一个补墙零件 所以要改加速的防尘感 这个机构的话就建议要做加强 好 这个是后面还有改的那个 这个算两点次的拉杆 也是一样是River家的那个 那个Summit的 谢谢还帮我补装 好 这个是Sivic车主的车身的裤子很漂亮 而且有阿尔包 阿尔包出了很久 但是我一直还是觉得阿尔包是最适合八代的 整体搭配起来很漂亮 好 前面的话呢 本来然后我们拆装的方式都是从这个这个维修孔来拆装上做 阿尽会有装拉杆 所以拆这里的话把上部机构的把它拆掉 会比较快速一点点安装上就比较方便 好 这个是Sivic八代 我们要把它装回去 等一下还要装把雨刷装回去之后就要来做试车了 哦 哦 Sivic原厂的后方性感是17 17的话就还蛮刚好的 17的话就不会造成那个原厂下支币的那个固定板件的撕裂了 17就比较刚好 哦 SI的原厂是17了解 这个现在要做一些扣续 那个 那个 雨霜 雨霜水管有接起来 好 好 这个是今天装的是道路板 我们来介绍一下 呃 这个是原来塞下来的是艾巴的短桃桃 这是前面的嘛 前面的 这里怎么有一点油漬的感觉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 后面的话 他的弹簧啊 一样是配很棒的弹簧啊 这样 组装起来的 一整套的价钱 其实 不比那个 我们KT的还要低 我记得还要贵一点点 这个是艾巴的八代的短桃桃 他有做舒密的设计 有做舒密的设计 那这个是 KYB的 蓝桶SR版本的 主尼 一般标示是标示比原厂硬的 大概30%左右 这个是 原来拆下来 阿伟你好 假日午安 八代 四里格八代 八代 对我记得就是没有在我们自己家 官网里面开过几波 所以今天有装到八代就跟大家做一下 等一下 这个是18寸的 后面的话是CS-C5 前面的话是PS4 PS4真的还蛮均衡的 又不会贵 快OK的 前面调15段 你后面调几段 所以今天的道路板呢 我们先把软硬的阻尼石呢 先把它调整到中间 就是15段左右 一整个 三个 七周车车主伯伯伯也好 如果车友有喜欢的话 一样是八代的话呢 你觉得你想要 QIB的黑桶再加艾巴短航簧可以留言一下 等一下我試車你再幫上座那個前航簧八分解 是一個八代 八代的話我們 台 台北台北有好幾部啊 都有試乘車可以實車找我們的北區的經銷商做貨業務或者是板上的夜大俠都是八代的車友可以找這些車友做試乘 夜大俠的是競技版的 夜大俠的是競技版的 還有小豬的八代SI 也是競技版的 一般升級的話其實道路版就很OK的啦 前面前期後6公斤 就比原廠 超空商也好很多 好了那今天的那個八代 直播大概就到這裡了 如果 一樣是八代車友的話對 KT的產品有任何疑問呢 在跟我們後台的小編 私訊我們小編跟我們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囉 OK 假日 拜拜 拜拜